這個四天零假一定要出去玩的嘛 可是有些人住旅館的時候會害怕 為什麼 因為曾經看過鬼 警官你看過 這個以前 警察根本就沒有什麼三節 中秋端午過年 警察就是24小時都工作的嘛 我們都是輪修的 所以我在1988年 1998年民國87年 我那時候那一年要調動到少年隊 還在文森二分局的時候 我們一小隊四個人 我跟我的帶隊官叫楊明芙 那個是 那個我們瑞德哥他也跟他應該很熟 才夠的 他帶隊 我們那個時候去嘉義有一個叫陸草 去借訓 借訓一個我們那個詐欺的一個案例案子 因為我們那時候時代民國87年那個時空背景 現在不行了 那個時候警察到了當地做完筆錄 都會去找同學啊 嘉義有嘉義的同學有嘉義的董事 三飲一下 都嘉義的董事會燒焦會吃飯啊 吃完吃完飯可能就小喝兩杯啊 我們到晚上十一二點 從嘉義路草要回北上回來啊 我開車嘛我最年輕的我開車 開到苗栗 那個看著雷公式那個閃電很大 那個雨突然瞬間像用稻的這樣 把你倒下去啦 這整桶就下一個很大 大到沒辦法開車 沒辦法開車我們帶隊的這個老大就想說 我覺得苗栗常常有這種雨耶 很奇怪啊 凌晨差不多一兩點 那很大的 我帶隊這個說 雨不要再開了 我們現在有高的雨水下去 你開 怕方向燈你慢慢開 你怕後面車來給你撞下去 還有大雨還落大雨 那雨很大 然後我就下去看到一個交流道 就有一個陡南很快 就看到陡南交流道 我就趕快開下去 那個雨大到沒辦法看 那個在啪啪啪啪 我們就看不到 我開得很慢 然後右邊就看到一個很大的霓虹燈 那個牽棒啊 在右手邊很大 那汽車旅館 我們帶隊的就直接說 我們生點的 起車路過的先休息 先休息先不要再開了 我們以前車上都會帶什麼 以前都會帶四百 沒有了就是在調十三個 警察還要玩這個喔 那是以前 現在不行喔 現在是違法的 他們三個就找我 我四個人要來調我賣 我放的 不然你們玩就好了 我開車給我閉一下 我就休息一下 因為那汽車旅館那個床很大 剛進去沒多久 差不多三點通 我就在那個床 你說半夜三點 差不多凌晨快三點 我看他們三個在比牌 比牌我最好看我們的電視 轉過來從這邊這個床 右邊轉到左邊這個床 一轉過來看到你一雙眼睛 我看到一雙眼睛 到現在我現在五十幾歲 我一直覺得那是幻覺 或者是那個牆壁 有那個玻璃鏡子閃到 看到自己的眼睛 我一直覺得是這樣 那我就一看一眨眼 我說我是不是在睡覺 我手一摸我的槍還在啊 我就看我那學長他們三個人 還在賭博啊 還在幫他過來比白啊 我再閃過來一看 那眼睛不見了 我想說應該是開車 那天當天也累了 那我就沒有去在意 那個床前面是一個很大的電視 右手邊有一棵假的樹啊 像椰子樹 左手邊有一棵很大的椰子樹 那弄到手上去 很大張的 我就看到一個人 從那個電視跟那個樹中間 一個人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我旁邊來 走到我左邊啊 穿著黑色的西裝褲 白色的襯衫 然後那個頭髮比我還長一點點而已 瘦瘦的這樣 差不多四十幾歲了 他就沒看到麵 麵球 皮仔 水都看不到 我想說可能我在做夢 一直想說我在做夢 他走到我旁邊 我看著他 瞄一下 我心裡跟他講 我說我就是來借宿而已 過兩天也才端午 過幾天才端午節 我來贊助而已 我說你要早去找那三個人啊 哈哈哈哈 抓到兇手了 最近他就走走走走 我頭前喔 還聽你的喔 最近我就看他走 很慢很緩慢走走走走 走到我學長抬高他們那邊喔 我就看到他站在他後面啊 可是我一直想說做夢做夢做夢 不到不到幾分鐘而已 真的三五分鐘而已 我那帶隊官過來 把他搖起來 我不要睡了不要睡了 他們站起來怎麼走 另外兩個學長說 哎 我沒逼什麼 你要找到哪裡啊 他說好 差不多停了啦 我們一上高速公路 他馬上講 那間房間有鬼 我都不敢說話 我都不敢講 因為是你叫鬼去找他們的 他說他有感覺到他耳朵 有人在噴風啦